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至于联发科 不管是天机9200 天机8200 还是新推出的终端处理器天机7200 都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 联发科又回到了那个我们熟悉的万年老二 再一次被高通压着他 问题来了 明明一度领先 为什么削龙8 Plus 削龙8见二面时候 联发科就跟消失了一样 其实原因很简单 手机芯片是强者横强 赢家通吃的行业 联发科没有存在感 是因为中高端产品全面落败 众所周知 联发科天机的GPU采用的是ARON工版架构 能效比赶不上骁龙自研的ADRENO架构 过去天机9000强于骁龙8G1 主要是因为半导体工艺领先一旦 从而抹平了架构上的差距 但是 如果高通 联发科都采用台积点工艺 联发科就不存在反超的可能 根据极客班数据 在GFXBench 1440p测试中 骁龙8G2是65.4帧 8.14瓦 而天机9200是66.4帧 11.69瓦 同样是台积电4nm工艺 同等的峰值性能 骁龙8G2的GPU能效比天机9200强41% 天机9200的功耗之所以那么恐怖 是因为它的GPU主频超到了981MHz 而作为对比 骁龙8G2的GPU主频只有680MHz 简单来说 天机9200 为了性能可以达到骁龙8G2的水平 不惜以功耗为代价疯狂超频 但是我们都知道 跑分只是纸面上的强大 实际体验只看能效比 正所谓菜式圆嘴 天机在消费者心中本来就是骁龙下位 加上今年高端产品的差距还那么大 那就只能说抱歉了 有人就会问了 虽然天机9200打不过骁龙8G2 但是终端芯片不是还有优势吗 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天机8200 关键时候掉链子 联发科在天机8200上明显是偷懒 它只是在天机8100的基础上略微提升了CPU GPU频率 并且工艺从台积电5Nm改良成4Nm 提升力度可以理解为跑分从80万变成85万 天机8100能成功 是因为它的竞争对手是骁龙870 但是天机8200不同 因为高通把骁龙8PUS下放到了终端市场 和天机8200一样 并在2K到3K价位 比起天机8200这个牙膏产品 消费者当然更利益选择口碑更好的老旗舰 更重要的是 接下来骁龙7系还会推出一个重磅终端产品 台积电4Nm工艺 安兔兔跑分破百万 性能可以理解为是骁龙8PUS的青春版 在高通激烈的反击下 联发科的中高端产品线即将全面失手 总而言之一句话 骁龙采用台积电工艺后实力重回巅峰 而联发科却在这个时候选择了挤压膏 以上就是为什么在骁龙8PUS 骁龙8进二面试后 联发科失去存在感的理由了 根据Counterpoint的全球智能手机AP市场报告显示 2022年第三季度 联发科的市场占比依旧位居第一 但份额已经从前一个季度的38% 下滑到了35% 同比上一年也下滑5% 与此同时 高通的市场份额增加到了31% 已经逼近联发科 而据DJ Times报道 高通从2023年起还要降低入门级 和中端骁龙手机处理器的价格 这对于主力出货量 都在中低端市场的联发科来说 无疑是压力更大 近日 联发科宣布推出天机7000系列的首款骚扣 天机7200 那么 这款面向中低端市场的产品 能为联发科保住大本营吗 天机7200 核心规格上 天机7200采用了天机9200同款的台积电第二代4nm工艺 CPU八个核心分别是 两个主批为2.8GHz第二代R1 Cortex i715 和6个2.0GHz的R1 Cortex i510 此外还有Moly G610NC 4GPU和AI处理器为PU60 不得不说 经过骁龙888和骁龙8近一两代发烧级芯片的系列 能效的重要性被提到新的高度 而芯片制造工业很大程度上将影响能耗表现 天机7200 用上目前最先进的台积电第二代4nm工艺 R1最先进的IP 同时采用了两个大核和六个小核的架构设计 性能较低 能效比高 换句话说 理论上天机7200日常使用的功耗会很低 相同电池容量下续航会更长 不过 作为手机芯片的性能如果太低 功耗再低也没有意义 总的来说 天机7200用上了最先进的芯片制造工艺 和R1最先进的IP 却只用两个大核带六个小核 颇有些大马拉小车的感觉 但我们也要看到 联发科愿意在一款面向中低端手机市场的芯片上 采用旗舰同款的制程工艺和IP 也意味着芯片厂商可能继续在中低端产品上 采用更先进的技术 让中端和入门级产品用户 也能更早享受技术进步带来的体验提升 或许也能倒逼高通在挤挤牙膏 那么问题来了 你对联发科正在失去存在感的说法认同吗 你看好联发科再次崛起吗 欢迎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答案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